今天是那回空中的梦想 欢迎继续回到Street Voice 为了敬仪式的现场 今天来的这个人 本来是要来宣传演唱会 但都已经卖完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聊一些 其他还没有怎么被聊到的事情 掌声欢迎 嘉安甫 小师傅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嘉安甫 都卖完了不是吗 对 卖完了 情急 其实第二场没有 心里有压力吗 有 我觉得你们整个看起来很淡然 就是笃定一定是卖得完的 我觉得那个淡然 其实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把 卖票当作一开始唯一的目标 或最大的目标 我们比较花时间 想要经营这个自媒体 跟我们其实想要 想要帮音乐市场 找出另外一个 跟群众沟通的管道 所以其实我们中间 比较花了比较多时间 在确认这些策略 哪些不会打扰人 哪些打扰人的方式不是 不那么讨论系的 然后哪一些基本上 比如说是可以在电子报 或者是在发布活动的 单格上加强 所以以至于他卖完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们 我们那时候 其实并没有心里准备 要去期待 但是就是证明 你们做的这些努力 跟尝试是成功的 起码在你这个载体身上 对 但其实我 我其实原本就想说 就是在那里面 你带完这件事情干嘛 你不能干嘛 能干嘛 所以就很想要公开 呼吁说任何一个 这个独立音乐人 或者是乐团 哪怕是其实 你是喜欢企划宣传的 你如果对于 我们假设 其实宣传都有策略 策略就是一种操作的话 你如果觉得 其实这个操作本身 其实是友善 但友善的东西 居然能成功 对对对 所以它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启示 对就是如果 你想知道这些东西 我就欢迎你们来联络我们 所以现在是要开教学课 是吧 也没有 就是告诉你 我们怎么做的 我自己很想要 就是我就是自己 在广播节目上面讲说 就是比如说 这个我身边的乐团朋友们 其实都可以来 跟我们聊一聊 虽然我自己还在摸索 这一路我们跟伙伴 一起在商量的哪些东西 最后达到了效果 可是我觉得我们 以后一定会明白 那就欢迎大家 如果其实也在想要开发 自己的自媒体啊 或什么的话 我们都可以算交换 人家心得 这样子 不要那么孤单 讲了这一轮 那个小编会 非常得意吧 哦对啊 点小编因为我英雄 英雄 他应该冷不防就觉得 怎么被我们cue到 呃对 但是其实就很爱cue他 他就那么cue啊 好 cue人者和人cue 我们等下拍照的时候 一定要把他拍进去 好 但是演唱会发展 到今天这个状态 其实大部分 比方说之前很多的专访 包括那一戏 红衣的专访 应该就经验四座 对 但我没有花很多时间 在跟我讨论我的眉毛 这样 但我觉得 接下来应该要就讨论了 就是因为 这是一场舞歌 在演唱会 其实你要预告 已经预告你大概要翻唱的 哪些人 对 好 我觉得今天这个歌单 应该要稍稍的讨论一下 嗯 比方怎么选 然后 选了哪些 选了哪些 应该不能全讲 对不对 呃 我们其实保留了一些些 还包括 是 一两个 像彩蛋一样的内容 哇 然后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因为 这个 现在 现在就是在估算票房 这收益 有没有可能做得到 就是我 前几年就一直 在提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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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会的内容 是 但现在还在整理票房 所以 呃 我很希望能做到 如果没有的话 我下一次 做演出 我还是会想办法 开成本 去做 天明今天预告 下一次了 呃 因为其实 呃 这次 竹琳出来工作 对我来说 其实就是为了要 呃 要把 制作这件事情 做好 也就是说 把演出当做制作 然后 以至于用作品的方式 是 试试看呢 在当代 其实有一个不一样的 演出脉络 嗯 我觉得这是 台湾利用自己的市场 嗯 太值得去做的事情 嗯 而不是一直在讨论 天高皇帝远的 就是 那个企业 或者是哪个媒体 收入多少钱 是 那些东西 都跟我们基本上无关 他其实跟音乐 还能够研发什么样的 这个路数 然后演出还能够 产生什么样的文化脉络 一点关系有没有 嗯 只去想那个 其实是生不出别的东西 所以 那你的演出脉络 会整理出什么来 嗯 我想要多结合一些 我平常就有兴趣的事情 嗯 而那些东西是 也许流行音乐产业 一向都 呃 非常熟悉 或是很亲切 对 但比如说我们讲多媒体 是 嗯 或者是 更多的装置啊 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但大部分人 想到这个东西 我们其实明明 就是不同的领域 其实是亲近的 比起别的行业 是 然后但是其实 一讲到流行娱乐 嗯 仿佛其实就 就有默默的 站两边了 啊 对 那我身边有很多 我觉得我很欣赏的 朋友 或者是 创作者 嗯 那我会觉得其实 演出对我来说 最终依然是一个平台 是 它是一个展现 各组的创意 或者是各组才能的平台 是 所以跟大家 很多很多听众会以为说 啊 演唱会是来自于歌手 嗯 对 但是在歌手意志以外 嗯 对不对 它其实是团队性的作品 是 它有非常多的环节 对 一讲演出成功与否 它不是来自于 嗯 它最后是靠歌手 扛 可是太多制作环节 其实是 讲究起来 其实是团队这件事情 所以这一次你 其实我们陆陆续续听到 找了非常非常的团队 就是台上会有 除了你之外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艺术家 一起站在那个台上 嗯 对 然后尤其是至少都是我这个 就是千敲万旋 就是 对 就是 请来的这样子 然后那个请 有一部分其实是因为我们感情很好 嗯 但有一部分其实也是非常慎重的 其实 嗯 介绍演唱会给他们 然后也让他们提出问题 是 我们在很多的沟通以后 我们觉得啊 好 我们可以一起 是 完成这个演出 但是这样讲起来 对于可能 比方说一般人在接受新闻 演唱会新闻的人 大概就想 哦 它是一个豪华演唱会 我想应该不是那个脉络 嗯 也不是那样 也不是那样解释的 对 对 我其实一直觉得 演一场好的制作 是 不应该花在看得到的地方而已 嗯 所以其实我们的制作跟 呃 一开始跟这个 主办单位啊 是 跟经纪员讨论的部分 我们的共识其实就是 我们会花最多的时间 照顾软体的部分 嗯 嗯 硬体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拆解 嗯 如何能够给出 新的设计 是 但不是 不断堆叠 一定要看起来 不是更华丽的 杂购钱的设计 对 看起来就哇 好有钱的设计 这样 因为我不觉得这个钱 会回到消费者身上 哈哈 是吧 那 所以我觉得以听众来说 他应该想要感受的是 一整个过程 跟他生命经验之间的关系 嗯 我们想投资在这个东西上 是 所以 所以我们花更多的时间 在变曲 嗯 花更多的时间 其实在跟月首的沟通 跟月首的呈现上面 是 也许可以开放更大的空间 嗯 然后 对于词曲的照顾 或者是对于这个 美术内容的设计 是 可能下最多的功夫 是 好 但是刚讲到生命经验 跟词曲的照顾 就跟这整场演唱会非常有关系 因为跳了哪些歌 而且这些歌可能 大家可能没听过 或者是很久没听到了 嗯 而且他即将在这个台上 会怎么样被呈现 应该会是一个 接近面目全非的呈现 哦 我自己也在等着看啊 对对对 但你说 面目全非 倒不如说 面目全非在这里 是个正面用词 我很想要就是 就是吹捧的是 我觉得我们这次的团队 应该可以做得到 让他有一种轮回感 啊 重新投胎 就是他在 他在当代 跟这一群听众 包括台上的乐手之间 后来成为了什么 嗯 因为当我们去触碰这些作品 就代表我们还渴望 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是 那透过 比如说台上表演者啊 或是乐手 跟这些词曲新的关系 是 也许这些作品 可以跟当代的听众 有新的关系 因为目前 新投胎露出的几个 你跳中的歌手 包括说让赵一豪 嗯 叶淑英 嗯 还有哪些 呃 我我还 如果我们那么在挖出 多一点点名字来 然后一起去哪些曲 我还翻唱了林强大哥的 嗯 是 然后呃 呃 还有黄云明 还有黄小珍 是 然后比较特别的 其实是 目前好像还没有在 这个活动页上面 特别介绍 是 所以我们要来点鼓声了吗 呃 也不是鼓声 就是呃 我想要特殊介绍一首作品 是呃 在我15岁的时候 那个年代 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合集 叫做那个 赤声摇滚 嗯 哈哈 我觉得那个 那个当年影响我很大 然后很多听途力乐团的人 应该会去找 会找几个 非常经典传奇的合集 赤声摇滚 有一阵是放在唱片行的那种 角角边的架上 然后贴着红绿标的那一种 对对对 对 然后当年在赤声摇滚的旁边 同时影响我的一张 在台湾航空出世的作品 是来自于当年友善的狗 这个厂牌出的 地下音乐 秘密掌案 对 然后他的第一集 是一个创作歌手 呃 但是他那时候是玩 玩乐团 嗯 然后他叫做豆豆 嗯 然后我 我选了他的一首作品 希望能够在演唱会上面唱一遍 然后我希望更多人能够 重新知道 或者是依然记得这位歌手 因为他影响我很大了 在当时是怎么样的状况 在接触的啊 呃 呃我是在那个 我是士林长大的人嘛 然后士林有一个非常喘奇的 唱片号 叫做摇滚万岁 然后我几乎所有的这个 所谓的摇滚或 另类音乐的启蒙 都在摇滚万岁 可是那时候就是在唱片 好像乱供乱买吗 还是老板特别 或者是 那个时候第一次学会什么叫做 想尽办法这个 建立良好的柜台 就看柜台 这样他就可以放我想听的那张 sd给我偷听看看 对 然后我记 我一直记得他们的柜台电源 嗯 几个都有品味 是 然后我还在 就是我国中高中的那个阶段 还花了十块钱 买了sway 第一张单集的 十块钱试听带 怎么样有十块钱试听带 他就是一比两面 各放一首试听曲 那个时候还是卡带的年代 这样有十块钱的东西 对 然后那时候cd基本上好像有最便宜的也是两百一点 对 两百多块钱 对 cap 两百多块钱 所以卡带是他们就是有点像10dm是 像你現在拿到的面膊是用包之類的 就是這個一個概念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養成這些 對 然後所以其實我覺得在我中學時期 影響我很大的音樂 青色都是在搖滾萬歲裡挖出來的 或者是店員用非常酷的表情說 這個聽一下吧 然後我就聽到了世界上 這個15歲震撼我這個小女孩的Fiona Apple 對就是這樣 哇你完全描述的就像是那個Hypedality裡頭的那個 感覺你拿那個聽一下的那個電影也是Jack Black 對對對 就是他不錯吧 如果你要買他 那你這個鋼琴 然後就不理我 然後你就買了一個就是只有瞳孔跟鼻孔 然後一點點嘴唇的一張臉的封面的CD回家 然後從此你的人生 那個音樂品味就被改變了 很有趣 很有趣 關於張璇還有很多 哎我居然又把你的名字叫回來 沒關係沒關係 我現在想半天 我在想說 其實大家就是兩個名字一直要選來選去 大家還是叫我張老闆好了 我還是很想張老闆 好 雖然我應該是這輩子應該是有什麼機會 當一個成功的老闆 但是叫了叫了 你現在的狀態像是一個老闆了 沒有沒有 沒關係 反正張老闆也還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們廣告就要繼續回來 歡迎繼續回到水果 我來清雲世界上 現場叫張老闆 對我們現在就幾段就開始叫你張老闆了 好 那我就叫你阿去 哈哈哈哈 你整個宇宙裡頭 一定要叫我的人 真的嗎 真的嗎 不爛 好 演唱會要跳的歌是天經第一的事情 但因為 通常歌手 比方說在幾張專輯裡頭跳已經夠少腦筋了 但你的無歌單因為 涉及了太龐大你的人生經驗 嗯 還有你聽歌的影響你的那些歷史 所以這歌單變成 變得無邊無際 聽說你總共先初選了400首 對 為什麼是400啊 就你 你能想到的歌都先洗過一遍 呃 很大部分其實是我連這幾年其實走在路上啊 或是去聽表演的時候有機會可以就是 比如說那瓶啤酒跟某一些遇到的聽說聊天的時候 是 我們會提到的一些還想念 或者是阿 然後差比對起來他有提到這首歌 我覺得很驚豔 就是有個聽眾居然講起這首歌 嗯 對 然後尤其是呃 這幾年其實在就是變回路人的這個階段的時候 哈哈 走在街上去就是 嗯 對 聽眾早上我其實有時候講的東西還 還有一個聽眾跟我提起 嗯 女物店早期有一個在表演的 他是個醫生 然後他自己寫歌 他叫彭忍奎 我沒有聽過這個音樂 好 因為他寫的東西很好笑 他就是 他用醫生的背景就在寫 紅血球跟白血球之間 就是一個快樂送子 哈哈哈哈 對然後還有跟我提說 比如說女物店以前 悠悠也在表演 是 悠悠會拿著他的這個 這個手風琴 然後唱 呃 我印象很深的是洗腦筋 你想說你是我的洗腦筋 然後你把我的 憂愁會煩惱 然後洗掉這樣 然後悠悠的歌詞也很有趣 然後很多聽眾 大概因為我們可以在街上 不是用那麼有一筆的方式 我們聊起音樂經驗 其實聽到了非常多別人私藏的東西 所以這支舞歌單其實我原本的400首 其實都在挑別人跟我提過的 然後再加上我們自己也很有共鳴的這些歌 然後這些歌開出來就像 海客人物的那個代表片一樣 對 然後原本還覺得其實我 影響我很大 不過真的幾首 後來發現 哇我的人生真的是一場 就是一馬賽克 真的是拼了更 各式各樣的思想 或者是不同人物的性格 那怎麼辦400首 後來如何 三千半一個演唱會 塞得進去的長度 如果有在訂閱電子寶 大家就知道 我一開始其實寫得跌跌撞撞 或者是那個底圖的配色有夠 有夠七彩 大概就是因為我那時候抱著400首 每天其實還要再想一遍 然後洗電子寶的時候 其實就在無病身影 因為我不能再摸索 我到底想要講什麼 所以經歷過這個過程 最後其實是在你個人意志下 決定了25首 或者是我那時候就是會 逼這個 我的團員陪我聊天 逼他們 陪我來看一看 要有底線 或者說 自己重新去思考 有一些像 我們講林強好了 林強後期的作品 是 我覺得教了我 就是天地 人間這件事情 就是林強後來電子作品 有天有地 然後有人間 對 但是 後來在我選歌單的時候 清楚的讓我發現 他就跟葉樹英最後一張專輯 的Invincible一樣 OK 因為他們的世界 不然是這麼的完整 所以我並不想挑任何一首 那個作品 要是做圓曲翻唱 因為尿尼只是好像在借用 他們產生的氛圍 然後去唱一遍 對 所以我反而選了回頭 因為這樣 所以去 在耶穌英 或者是在林強 我這麼心愛的歌手裡面 去選了 我覺得 當代的聽眾 應該要再去聽一次 他的那個震撼力 或者是感染人的力量 的歌曲 所以這個東西 教會我一點客觀 而不是說 只拿自己唯一想聽的東西出來唱 他雖然是私心的 但並不自私 對 他就是在選歌的過程裡 反而教會我回頭去看 這個時代 還值得聽起什麼歌 而且你的樂手們都 投進這個曲頭去重新認識 對 然後他們也陪我去思考 就是說 這個東西如果你唱的話 其實 對於這首歌來說 其實不會有別的面向的表達 因為也許太像了 或者說 硬要去學也沒有什麼意思 或者說 有些樂手會說 我覺得這首歌原本編曲的 世界觀已經超完整了 他不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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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完以後我也覺得 我不想動 所以我們反而去選一個 其實我們覺得回到當代 當年這首歌 它的格式有帶來什麼樣的前衛感 那我們搬到當代 還可以去做什麼表達 對 你說應該要花多久時間 背著你完成一些事情 斷斷續續 因為其實之前也都在整理宣傳 或者說在寫電子包 是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編曲的過程 其實 目前消化比下手一直做要來的多 OK 我們聊的時候比較多 而且應該很少人在辦小巨蛋 也會寫這麼多電子包吧 對啊 對 但是我的電子包不是為了經營演出系 是 其實還有很多 對 拉拉渣渣的東西 我慢慢整理出一個脈絡 比較不會是那種 每次大家看起來 又寫了五百字 你到底想講什麼 的東西 你覺得你的歌名會是 這種彈習生 那不是吧 嗯 至少有在訂閱電子包的 我個人的朋友 是 他們都有彈習一下 哈哈哈哈 一到電子包 你這個人怎麼還是很ㄎㄧㄤ 你到你在ㄎㄧㄤ 你知道嗎 但是我不知道我有多苦 所以你廢心的就是 上傳了一圖片 然後就是拿便條抓一隻貓 哈哈哈哈 你就是這樣 破名其妙 你看我們上次 在節目中聊天的時候 是你跟著女巫丐小愛 對 那時候就完全一種 榨乾你節目的資源 是要幫女巫丐小愛 可是你刚刚自己反而重新提到女巫店的那个经历啊 对 是 就是呃 女巫店 女巫店对我来说 其实他们也 我经历的年代 其实是女巫店发展的年代 是 然后 所以其实我喜欢的 比如说一系列的创作女歌手 你都可以在女巫店的后墙上找得到 像Tracy Chapman 然后 有趣的地方是 我不是那么练就的人 但是 在思考歌单的时候 我始终觉得 这次我想做的一个结束的开始 就是我就是想做一次全翻唱的演出 然后把这些歌托付给这一代的听众 嗯 所以他们一次会增加了25首新歌 我相信这25首歌会陪伴他们去体会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尤其是透过寻找这些歌手 是 寻找这些专辑 嗯 我认为他们会遇到这个 甚至大语 比如说安普 或者是以前的张璇 是 更多的一些惊喜吧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次也有趣的部分 因为之前的访问大部分都聚焦在于张璇这个人 或者他们想要透过 叫安普现在这个名字去看到 什么样的世界 不管你以前的叛逆 比如如果他们还是会叛逆的话 或是各种 透过你去看的事情 可是你现在比较像是一个载体 令员比较像是一个载体 对 把这些东西从重物提炼出来 对 因为我其实觉得盯着我看这件事情 我其实有想过说 就是为了要对听众 我就有在家里盯着盯着自己看啊 然后大概盯了十秒 我就觉得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呢 这个人 其实没有啊 你自己看了这么多年当然不准啊 没有没有 我其实很少照镜子 所以我真的认真照镜子的时候 我依然一无所获 我们就要那个对面的那个 你称之为非常漂亮的女歌 你来叮叮叮叮你看 我Е 又让乐意 她听你讲 ti demander他很乐意吧 你要害我害羞了 害�ift什么啊 我就是会害羞 我在女孩子 天考会害羞 可是我觉得这场演唱会 总是要提到 除了重新提炼这些曲目 希望这些曲目 跟当代的听众有一个新的认识 有点像是重新投胎 他们跟这一辈的听众 有了第一次的接触 可是在声音上 既然你是有一些别的企图的 包括乐手的选择 就是你有一些要往 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往前 但是你起码想要为 整个流星世界的声音 做出一点改变 对 就是 其实现在应该可以介绍乐手了 什么乐手是神秘嘉宾不能讲的吗 我其实特别喜欢我这几年 非常注意的一位电子音乐家 叫费人 然后他们现在是 届时上台其实是一个组合 他们是两人组 那费人的这个主导 其实是JB 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然后费人音乐 是我在台中去看DJ放歌的时候 看到他的set 然后实在是很喜欢 然后 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电子乐或纯电子乐 在台湾其实 尤其是在现在EDM场景 其实在时候还很混乱 对 非常的混乱 然后 几乎被当作一种糖水 气泡饮料 在贩卖了 对 但是费人的电子乐对我来说 是非常 是有深度的 是有景观的 是看着见 景观这个字眼呢 好好 对 然后为了这个词 我去找了费人 我就想问他们有兴趣 我知道小巨蛋这个规格 对很多人来说 只要人一多了 他势必就要娱乐了 然后他必须要妥协这个场合 必须要做出一些 他要稍微 节目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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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跟费人音乐 他们就是说 如果我有机会 我难得可以有机会上一次小巨蛋 我想要做一场纯音乐的演出 就是我就是希望小巨蛋能发生一场这样的演出 然后就是连美术的设计 其实都是往艺术走 然后我相信台湾有一定有1万个或2万个听众 他们是想看一看当代艺术 然后我认为他们是听歌大国 对于寻求一个这个娱乐式的过程 对 然后那那那我觉得连乐手一开始都会为我担心 因为全班上这件事情好像真的听起来太耸动了 就是说你要扛这样的票房 你还要去做全班上 如果有人哭着跟你讲说我的焰火呢 曾经发生过这种事吗 我觉得还是会有 尤其是如果说你在这个网路上的评论 只要有一个人讲 仿佛他背后就是有千千万个万个人在这样 如果我们每一件事都要这样想 就生活其实没办法了 对我就在想说 没关系我以后再生活 我后来还整理了一下 就说我觉得音乐人也还是有自己阶段的追求 只不过那个追求能不能更友善 然后开朗一点 就是我很开朗的说 我就想在这个阶段拿小巨蛋这个场地做一次 这样的尝试 对我想要再当代再唱一次这个 对我如果做不到的话 我以后我又sorry啊 就是sorry啊 sorrysorrysorry 对那如果我做到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sorry 原来是一个礼物的话 那我以后就更用心设计礼物 就是这样 对那我觉得这个念头 这个了解的过程 可能有让废人啊 或者是路日飞车的鸭手 因为我们一起做朝鲜事业 然后我觉得其实在我介绍 虽然很笨拙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们大概听得懂 好了我知道你也做全翻唱 就是因为你认为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好歌啦 然后你希望你的听众有机会听到更多歌 然后不要只是盯着你看啦 这样 所以他们就在一片啦啦啦的声音里答应我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现在都很懂 直接帮我句点 把说明好然后句点 然后就可以继续做了 对我知道你觉得这个很好 好了好了 你有提出任何歌单以老板姿态提出歌单 被觉得嗯你要不要再想一下这种事情吗 有我想要唱热狗的MT Hot Out的乐狗 差不多今天的时候所有人跟我说 你也差不多好不好 拜托你嘛差不多一下 你认真的 对我觉得我应该失败的几率会很高 他现在人人在歌单里吗 不在了 在在歌单里 在人在歌就在 你会用什么状态去 这有歌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我差不多先生那个时候 就是我刚刚要把第一张专业发掉 然后所以我其实前天后 我在走校园的时候 然后其实我20岁那个阶段 都在听这种三星爵士 然后比较偏声音 噪音的实验装置 然后在听hip hop的时候 20岁就我 然后那时候很 那时候他们还用很本格系的方式 在做很多实验 有live band的时候 对 然后即使是 对 The Roots应该是我最常提到的 OK 但东西岸的hip hop那时候 其实都很认真在听 嗯 然后 我其实也有为了这个 就是当时也是逼自己去听Lim Biscuit 或是 就是 大家都可能讲 最常讲的那时候 就是The Snoop Dog OK 然后 那因为hip hop对我来说 不是一个所谓的音乐风格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 它不是所谓摇滚乐或爵士或什么 对 它是生活状态产生出来的东西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 他们使用语言本身 其实形成了 嗯 一个最特殊的频率 就是用语言的方式 对 就跟大家以为这写歌这件事情不太一样 是 嗯 然后 所以我最后非常着迷这件事情 嗯 然后 在我决定 OK 我要把第一张 就是比较偏民谣的东西 给发表以后 嗯 那一年 就是热狗唱了 这个差不多先是 嗯 所以我在跑校园的时候 其实我的这个CD player里面 其实放了是 嗯 MC Hold On的转机 跟这系列 我喜欢的hip hop 你那时候带你宣传的是谁啊 啊 我记得是 小天姐姐 小天 嗨 嗨 嗨 她那时候有被你吵吗 你知道我心里依然很甜 那个时候 我还开一台 Toyota就大概18年的老车 或者什么 然后 嗯 我们其实就是会一起 开车去通告 这样子 所以其实还蛮有趣 不是坐保姆车 嗯 对 我那时候一心 很穷酸 他觉得这样就可以省钱 哈哈 公司就会扣我杂志 这样子 一心想要省一点钱 这样 哈哈 但那个 那个 那个跑通告的日子 因为跟宣传都 感情蛮好 所以其实反而很 很让我怀念 OK 然后那我自己私底下听的 都是这些东西 或者是都在 那个 车上放的 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选了差不多 先生是把那个时候 那整包怀念给放回来了 对 然后我并没有想要 把自己当成 MC Hold On 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 通常啦 在生活里冷笑 大过于 斥责的人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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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遇到他不喜欢 然后看到 男生女生 就是 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互相 在dis对方的时候 大家还是冷笑 嗯 因为反正 大家都没有在注意我 哈哈哈哈 就是 然后 呃 可是 我觉得 Hip Hop 当年的 MC Hold On 其实 在乐坛里面 非常的特别 嗯 他 他 他让 他让人去 感受音乐 在台湾 会华语流行 音乐市场 嗯 应该要呈现的 愤怒的面向 嗯 嬉笑怒骂的面向 是 嬉笑怒骂这件事情 虽然讲成成语 四个字 大家都讲 对 可是真的要你 嬉笑怒骂 我认为 大部分的人 其实是 异常 呃 回避 嬉笑怒骂 是 因为你 不小心笑了人家 你没有准备好感觉上 你就是侮辱了人家 对不对 然后你 嬉皮笑脸这件事情 随时就会造成 不尊重 嗯 而你 你如果 尖酸刻薄 或者是 你责备了别人 仿佛你要在道德 至高眼上 完美无缺 嗯 可是hiphop不是这回事 是 然后人生 也不是这回事 社会百态 也不是这回事 所以 我们怎么能够 只在音乐里面 歌功颂德 或者是 剪 干净的东西 去听去看 嗯 那所以 MC Hotout那个时候 其实在我 跑校园的时候 提醒我当一个歌手 这件事情 提醒了我很多很多 对 所以我就是 一心觉得 嗯 这个 大概 我想起 MC Hotout的歌里面 其实这首歌 当时对我来说 意义很大 你刚刚那一段话 有说服你的音乐手们吗 他们就是听我讲完 然后就是 嗯 你觉得你有说服你自己吗 最近你讲的东西 你有吗 有吗 有哦 有 好啦 好 然后 但其实蛮好的 就是说 我每次看到别人这样的反应 就是回家继续检讨 说 我 我是不是讲太多 所以 以至于我看起来像在说服自己 哈哈 然后也的确demo 大概唱出来以后 的确看起来就像 属外宝 所以我现在继继续在努力 希望我继续在台上不要 不要跑 这样 哇 好期待哦 我也很期待 但是这个 哈哈 耶 嗯 好啦 反正你现在因为 两场都卖完了 你现在可以其实蛮多余 可以很认真的放在在上面 不用去担心其他的事情 嗯 我觉得我第一次有机会 可以去想钱还能用 嗯 而不是想尽办法 希望能够这个 不要 这个 就是 而不是想 对对对 所以 我决定先不想这个事情 嗯 就是意思就是说 其实既然我没有准备 那我就要继续维持 我在开卖前后 原本就做好的准备 是 也就是说 我还是要先把制作顾好 当然 然后 这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然后钱的事情 其实需要的时候 再去对成本 这样子 但是该做的事情 或者是一场 扎实的制作 嗯 就是不要太浮夸的 对 也不要太 不要缺乏的 演出到底是什么 嗯 所以 对我来说 其实 其实 其实卖完 有一种哀经误协的 这样子 嗯 因为我不是 我很久没有 嗯 算说 有闲钱 要多做什么 嗯 通常其实就是 突然有余裕了 不知道 定不知道怎么面对 我通常的成就感 是来自于 哇我可以把这30万花成这样 对对就是自我感觉很良好 这样 嗯 然后对那但但因为这样是我应该会保持这个精神 嗯 但是我觉得那天开卖有点激动的地方是我想到其实可以给团队一个真的比较好的工作环境 嗯 其实我觉得我内心有点太激动 所以就是一个好老板了 没有因为平常平常都是自己在讲啊 嗯 讲说我希望能够能够这个把工作环境整理得更好 但是这个现行的这个工作的生态其实都有不都是都有大家自己说啊游戏规则长这样 对那现在发现自己有机会落到的时候可能就很激动 终于不再是自己一直这样 嗯 然后我希望你在听的时候都已经买到票了 一些比较严肃的会在想说那以后要怎么照顾好这群有在购票的听众 哦 如果知道是这么多人的话 以后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大家 让大家在消费行为里得到更好的更妥善的照顾啦 或者是留 是 好 想到好周全 而且想到很庄圆啊 知道要想到周全 但是周全这件事情在这个现实生活里要不断的突破 是 匍匐前进 哈哈哈哈 好啦他还有很多话可以讲 但我们节目时间快要不够了 不够了吗 我以为我今天不是讲七点 不是吗 你七点明明要练团 没有七点要上太极拳课了 所以我不是练到 我不是落到六点半再结束吗 没有了 没有吗 哈哈 No 那我刚刚讲那么多 我们讲念的比较重要 哈哈 然后再发回一次 那再发一次啊 没想讲就来啊 可以吗 好的 那我们就到时候先 我们先说小巨蛋戒 那如果他哪天突然 应时想来 因为我今天还没有讲到我练习很久的干话 哈哈 下次专门给你一种集 好 好 好 阿去你等我 好 哈哈 好我们谢谢超老板 谢谢 谢谢小巨蛋 谢谢大家 好 我拧着小烦恼 任何悲爆 心情两只求人的很好 不是说很好 没啊 忍不住也不能不去找藥 找到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woman, and she's so fine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life 每个卡通留下一把微笑 我感觉有人发现了灿烂的心跳 不是说心跳过 请准备好拥抱 忘记你的外套 我都知道 你渴望的一切 都将来到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smile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woman, and she's so nice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life 我是你的外套 我都知道 你渴望的一切 都被预告 非常美妙 非常美妙 Beautiful woman, and she's so nice Beautiful woman, and she's so nice Beautiful woman, and she's so nic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